开场十分钟连丢二球,莫莉尼奥仿佛真的听到了下课铃声,她的脸上挂着不满与焦急,然而一场跌当起伏的比赛过后,曼联完成三球大逆转,狂人也经历了从背到洗的郭山蛇之旅。 曼联大逆转,莫帅跪地庆祝开场十分钟,肯尼迪和武藤家劲,就两破曼联城门,长边的穆里尼奥勃然大怒,大声呵斥着曼联的防守球员,而红魔后位满魂魂恶恶的表现,是魂落魄的表情,恐怕令莫帅心中哀叹,天要亡我啊。 面对失求,莫帅相当愤怒但狂人偏不信天,他在第十九分钟就用马塔换下败丽,而第七十分钟,正是西班牙中常任一球直接破门扳回一城,要现场的曼联球迷,看到了半平的希望,梦剧场的气氛开始高涨起来。 但场边的穆里尼奥几乎无动于衷,因为他知道一一二的比分仍然意味着输球,还不得高兴的时候,第七十六分钟,马夏尔与伯格巴精彩配合后进射破门,帮助曼联班平比分,整个老特拉夫的球场立刻被疼了,而穆里尼奥终于可以释放自我。 这一路后,发现心中日记已久的压抑情绪,不过很快他就将右手插入酷度,脸色依然凝重,显然,平局也不是狂人想要的。 第九十分钟,替补登场的桑切斯投球权杀,彻底点燃了梦剧场的激情,但请注意,此时此刻,莫里尼奥竟然格外冷静,他甚至立刻就把客串中为的马蒂奇,叫到身边面受记忆, 目的只有一个,要在最后时刻保住来之不易的胜利,最强胜负是本色尽险,赛后的狂人终于可以轻松一些了三杠二。 曼联在墓里尼奥的带领下完成今天大逆转,看台上墓帅是赢家,三的子是输家,的标语特别醒目,当墓帅离开球场时,莫里为他体力送上掌声,而此时的狂人终于露出笑容, 用鼓掌作为回敬,感谢一直都在支持他的曼联勇盾,由悲乐喜,莫里尼奥经历的也许是他整个执教生涯最跌当起伏的九十分钟,度过这道坎之后,他的帅位至少暂时无忧, 而接下来的国际比赛日期间,曼联主帅可以相对从容的进行调整,以迎接下来的魔鬼赛程,因为谢尔西,尤文,满城等恐怖对手还在等着他呢, 任何一次失守,都可能让魔力鸟重新陷入到下课危机当中,念周